據黨媒新華社的報導 李克強在會議上部署穩經濟的一系列措施 罕見承認經濟脫軌 要求努力推動經濟回歸正常軌道 確保運行在合理區間 會議指出當前經濟下行的壓力持續加大 很多市場的主體十分困難 李克強在會上推出六方面33項穩經濟措施 一是財政及相關政策 著力穩市場主體穩就業 二是金融政策、增加中小企業貸款額度等 同時推進平台企業境內外上市 第三是穩產業鏈、供應鏈 四是速消費和有效投資 五是保能源安全 六是保障基本民生 強調要做好失業保障等工作 李克強又要求各地方政府穩住經濟基本盤 增強緊迫感 找緊推出穩經濟的政策 國務院將對地方落實穩經濟舉措進行督查 在官媒的報導中 全篇都是環繞如何穩經濟 但隻字未提動態清零 引起外界的注意 法廣在5月15日的一篇報導中表示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堅持動態清零 重傷經濟忽視民生 與此形成對比 中共總理李克強近來就不斷喊話 經濟形勢嚴峻 患者 報告 暗報道 印象局 逼述 心 不斷喊話 選擇 機